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这里是KTV频道 今天是我们学术演讲录的第110讲 我们计划用两期来集中谈一下 就是关于从古到今中日之间关系的问题 所以呢 我总题目定为全面了解 从古到今 日本侵华的历史真相 那么 副标题是从明代倭寇 到九一八事变 七七事变 南京大屠杀等重大历史事实的起源和真相 把最真实的中日战争历史告诉21世纪的中国人 这是我们的目的 那么在这两期讲座里面 我们不但会涉及到明代倭寇到九一八事变 七七事变 南京大屠杀之间 中国屈辱的历史记忆 但是我们也会传到非常真实的揭露 明代倭寇绝大多数是中国人 大清水师在清朝作恶多端 彻底改变了日本的清华态度 才出现的日本对中国的将近五十年的 蔑视和入侵作战 还重要的存在着孙中山对日本 在辛亥革命前签署了出卖东北的密约 由此引出了九一八事变 乃至于共产国际指令刘少奇策划 七七卢沟桥事变 乃至于后来的通州大屠杀事变 对日本的污辱的和屈辱的历史记忆 那么我可以说是把中日双方的认为 自己很有理的认为是屈辱的历史记忆 如实的披露出来 这是我们这两期讲座的最核心的目的 早就想制作这期节目 就是把中日战争时真相如实的告诉 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人 尤其是关于日本侵华真实的历史经过 和南京大屠杀的起义 我们知道 日本人自古是个上义而粗暴 不畏生死的民族 但是从隋唐时代开始 他不停地向中国向韩国 太遣留学僧人 也就是所谓浅唐时浅随时 目的就是要学习中国古代的儒家文化和各种礼仪 还有中国独特的生活方式 艺术欣赏 诸如此类等等 几乎是百分之百的复制了中国的长安在日本 可以说浅唐时浅随时 这个那个时候标志着近代日本文明意识的崛起 但是问题出在日本净土真宗的诞生 彻底的搞乱了日本人的信仰跟思想 可以说他彻底扭转了日本国民的信仰跟行为模式 因为这一宗教他主张说要想成佛就得先作恶 作恶越多的人 佛祖就越先超度以成佛 从此以后 作恶杀人就成了日本军人和古代日本武士 认为可以自己优先成佛的一个基本信念 这个信念一直延续到二战为止 仍然是这样 那么关于日本净土真宗的主要观点 和他对日本近现代社会的影响 可以参见我在油管上学术演讲录第85节 我们已经介绍过 为什么会出现九一八事变 乃至于说为什么会出现南京大屠杀等等 因为大家看到的是在中共国内各个网站上 各个小学中学高中和大学的教科书当中 乃至延续到海外各类网站各类图书市场上 大量充斥着中共粉红们的民族主义情绪 和他们洗脑后篡改着所谓历史教科书 因此中共粉红们长期接受的就是中共自晚清以来 被动挨打这么一个历史教育 认为我们自己是弱者受人欺负 这么一种教育理念 天真的认为如果我们拳头硬 胳膊粗军事力量强大了 就没人敢欺负我们了 但是呢 他们从来没有任何人 没有任何一届政府去检讨和反思 为什么大清总是受人欺负 所以我们看到的是粉红们一天到晚在辱骂日本 从根本不存在的所谓核污染 到现在的什么日本有事就是台湾有事 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诸如此类 中共这么多年来应该说给全体国民的洗脑教育是非常成功的 尤其他们彻底的修改了全部的真实的历史 至今粉红们和普通大众们从来不去想一想 当时世界上像中国晚清一样的大国 弱国小国非常的多 为什么别人就不被列强打 不被列强欺负呢 为什么中国总是出现什么鸦片战争啦 什么英法联军啦 什么八国联军啦 来自于后来的什么日本侵华啦 还有中国被掩盖 沙俄全面侵占东北了 这种类的真实的历史 日本对中国的侵略 它集中表现在1895年至1945年 这短短的50年当中 以前几乎不存在 但是非常多的人津津乐道的 跟我们大谈所谓明代倭寇 侵犯中国东南沿海的历史 而实际上 这些人根本都没想到 明代的那些所谓的倭寇 其实也同时骚扰日本本土 换句话说 这些倭寇 他们更多的是来自明朝政府的罪犯 还以及叛逃出国的 明时的不法商人 一直延续到清单 都是这样 那么还有当时存在的几个小国 中日之间的几个小国 比如说琉球王国 中山王国等地的海盗 这些人根本不是正式的日本军人 和日本军队 这些倭寇 由于他们的中国血统 所以他们更喜欢回来 骚扰中国沿海地区 同时也喜欢去骚扰日本本土 而当时日本的所谓武士阶层 以及正规军 几乎 我这里特别说明 几乎没有过骚扰中国沿海的 所谓军事行动 所以摩扰问题不仅是骚扰中国东南沿海 也骚扰了日本国内的各个地方自治政府 这是中日两国同时存在的一个问题 再比如 在去年我制作的节目中就谈了大清水师 在没有日本政府许可的情况下 强行从日本的港口登陆 登陆之后还出现了打砸商店 抢劫商店打砸酒吧 乃至于强奸日本贵族妇女 殴打和侮辱日本警察等一系列恶性案件 当时的大清水军如此作恶 引起了日本当地警察的 劣行攻势的抓捕行动 结果就出现了大清水军的将领 强行要求日本警察局 日本政府立刻放人 如果你不放人 他就要开枪开炮 炸贫当地日本政府 乃至于 他要轰炸日本皇宫 那个时候 大清水军非常牛掰 认为自己是亚洲第一舰队 根本就没把小日本放在眼里 就像今天的中国一样 下脚子是生产各种舰队 几艘航空母舰 下水以后就开始世界各地要入阳威 那个时候整个日本全国被大清水师们 这么一系列恶性案件 震惊了 可以说一时间整个日本全国群情激愤 但是当时的日本军事力量远远不如大清 于是天皇不得不亲自出面 下令放人 并且对大清水军道歉 这可以说是一个对日本政府 日本国家 日本皇室的一种公开的羞辱行为 从此激发了整个日本民族 发奋扬建设海军 要和大清报仇学耻的决心 这些历史事实 中共国从来必可不谈 918事件真实的起因 至今国内不敢触及 无论是大陆还是台湾 因为大家都在替孙中山遮羞 那么我这里公布一下 原因就是因为日本政府向中华民国 向孙中山和孙中山的继任者 追讨支持中国发动辛亥革命的欠款 和要求兑现孙中山对日本签订的密约 这是最核心 那么1912年辛亥革命成功以后 日本就加紧了对孙中山的追讨欠款 和旅行兑现密约的这么一个政治要求 那么这个时候 逼得孙中山把职位让给了袁世凯 而袁世凯了解这个情谈 他并不认可孙中山的全部对日密约 因此他就特别设立了国旨纪念日 彻底的将孙中山定性为百国贼 这也是孙元二人 政治斗相互政治斗争的一个你来我往过招 那么这就出现了一个中华民国建国以后 对日本的重大的历史遗留问题 双方无论是孙中山还是袁世凯 还是继任者们都不愿意 跟日本展开核实兑现对日密约这个谈判 核实归还日本支持辛亥革命的枪炮 欠款借款这些 于是就出现了急躁的日本军方青年将 在土匪员的带领下 一万多名日本精锐部队也就是关东军啊 不顾当时日本政府跟日本外务省的反对 主动出击立刻南下占领了整个东三省 成功的以孙中山密约逼退了蒋介石跟张学良 明确告诉你我们现在要求你们兑现密约 时间已到了你不兑现 我就主动帮你兑现了 所以这就出现了蒋介石和张学良 背着所谓不放一枪一炮丢了东北的这么个骂名 其实是孙中山签署的 一旦辛亥革命成功 将驱逐达允 什么意思 就是把所有满洲人赶到东三省建立满洲国 这就是当时孙中山签订的对日密约 换取日本政府出炮出钱出兵 支持他搞侵害革命 那么这也就是当时日本一家伙出兵 占领了东三省 为什么国际社会默认 因为这是一种孙中山的卖国密约的盾现 所以无论是中华民国延迟到今天的台湾政府 还是中国国内大陆中华人民共和国 对这个问题都是掩盖的不提的 大家公认的就是辱骂张学良不抵抗 辱骂蒋介石不放一枪一炮 其实蒋介石是在承担和掩盖孙中山的全部过世 也是对孙中山名誉的一种最大报复 这个问题出现以后 就短暂的出现了一个和平局面 就是整个东三省被日本占领以后 日本快速的组建了满洲国 这里我要特别说明 日本占领了东三省以后 人家并没有吞并 不像吞并朝鲜一样吞并 日本可以吞并 但是他履行了孙中山的密约 就是割让整个东三省去诸达辱 把满洲人赶回东三省 那么他就组建了满洲国 而不是说把中三省化作为日本领土 这一点他跟侵占朝鲜完全性质不一样 虽然大家都知道满洲国是日本亏领 不错说的对 但是日本人可没有违约 这是我要特别说明的 他可没有违背跟孙中山的条约 而是缘分不动执行的孙中山驱逐达辱的对日密约 组建了满洲国 这就让整个中华民国政府跟袁世凯 杨基石等等无话可说 也让斯坦林默认 所以真正的中间地带则恰恰是华北地区 就天津出北地区以后 天津北京 华北河北山西这一带 成了所谓的缓冲地区 跟着组建了一些亲日的自治政权 蒋介石命令张志忠 同令天津跟北京 接受组建日本 亲日本的自治政权 似乎是脱离中华民国 但是目的是让他虚拟委蛇 形成一个缓冲地带 给整个中华民国全面抗战 对日决战 准备时间兵力跟部署 以及国际支持 这是讲的是亲自交代张志忠 所以张志忠冒着天下的骂名 骂他是汉奸 他也愿意承担天津北京 当这个亲日政权的市长 原因在这啊 那么这个局面短暂的 和平局面一出现 苏联跟斯大林不敢 斯大林开始担心 如果老这么下去 华北东北一旦出现平安局面 日本很有可能 他看到整个东北日本建立了 几个大的要塞 全部都是对着的 俄罗斯啊 前苏联 那么肯定会出现 日军将从背远进攻苏联 配合正面欧洲战场 德国 所以斯大林开始担心这个事情 他就给延安下指示 给北平 北方局地下长刘少奇 彭真下指示 要求他们要尽可能的 撒开花的 在平津一带 华北一带 制造事端 把日军迁离去 努力让他出现中日战争的局面 这就是刘少奇主动 主动发起的七七卢沟桥事变 我们在学术演讲路 专门谈过七七卢沟桥事变 真正的发起人就是刘少奇 主动挑起了七七卢沟桥事变 但是这个事变很快 又被中日双方的外交谈判 和二十九军队撤退 最后又处于平反了 平息了 暂时的平津天津 又处于和平局面 而且是日本人战民 彻底的坐实了 这个时候出现了 所谓冀东自治政府 更加定了整个华北 短暂的和平局面 于是斯大迪再次命令延安 和刘少奇 彭真等人 发起所谓拯救华北 拯救全中国的抗日宣传运动 目的是要激起整个华北的 抗日民族的怒火 命令他们跟日本展开决战宣战 把日本拖进对华战争 于是彭真就让他自己的舅舅 当时的中华民国 北洋政府时代的陆军中将 曾经出任旧北京警察局局长的张碧 他策动了通州保安队起义 起义成功 驻守通州的日军守卫队 110多名成员 全部被杀 到此请注意 通州保安队起义到此完成 为什么我们强调 因为这是两件事 当共产国际把保安队起义成功 向斯坦林汇报以后 斯坦林再次指示延安和北方局 中共地下党领导 认为事情还没有搞到足够大 要想争取国际支持 引起国际关注 逼蒋介石出兵跟日军决战 彻底解决苏联的后顾之用 要求把这事情要搞大 于是保安队领命就开始 抓捕在通州的外国人 主要抓日本商人 韩国商人 以及他们的家属 妇女和儿童 然后血腥的大屠杀 男人全部杀死 女人先强奸 再肢解尸体 儿童全部刺刀挑死 这个震惊世界的血腥大主张 就这么发生 这是第二件事 是保安队起义成功之后 第二件事出现了通州大屠杀 而现在中国国内跟台湾 他们是不无人和 把这两个事当一个事来讲 这是不对的 所以或者说这是日本政府主张 这是两件事 那么就造成了死亡人数超过380多 所以我特别请大家注意 通州大屠杀跟前面的保安队起义 是两件事 前后衔接的两件事 幕后策划人是斯大林 对共产国际和阳安 由于通州大屠杀中被杀的 多一半人都是韩国人 韩国的妇女和儿童 由此出现了 以后发生的报复性的南京大屠杀 主力部队全部都是韩国裔的日军 原因就在于此 所以我们现在谴责南京大屠杀 矛头都对准着日军来 但是我告诉你 南京大屠杀杀人最凶最狠的主力 全部是韩国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在本节目结束之前 如果您感到满意 请订阅本频道 您的订阅就是对我每天努力 制作节目的最大支持 让我们一起传播真相 了解世界和中国真实的历史文化 和现实政治的进程 谢谢大家观看 感谢观看